蓝星妹嗆巴黎百年老店 菜普通人臭爪 蓝星妹近日到欧洲旅游 和郭夕姚等友人 超胜巴黎百年历史餐厅 旅行人进餐厅后 带位店员买出一张臭爪脸 完全不搭理他们 他们被安排在相当拥挤的座位 几乎跟隔壁桌贴紧紧 诶 厕所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她进厕所后 被眼前脏乱的环境吓到傻眼 哦哦 没想到最重要的美食 也不如她的预期 唯一让她满意的 就只有这位欺贴的服务生 啊 拜访人气餐厅 却吃出一肚子火 16号她在脸书开骂 吃不懂 曾吃过那间餐厅的网友留言附和 哦 之前去点餐 人员脸好臭呢 一二三天 蓝星妹是演艺圈出名的餐饮大亨 经营9家KIKI餐厅 月营业额3000万 年获利破亿 她事事亲力亲为 如果店里员工正在忙 她还会主动到厕所刷马腿 女儿动新闻 真是好老板呢 八道